哟这把遇到追求者了 S1舞女追求者转打蜡像是了吗 小女孩舞女 古董伤 嗯他可能是觉得记录员不好打吧 不过他的记录员其实也没那么吃阵容 因为当你一个角色的强度提升上来的话 就抓S1舞女可以 蛮好看呀 这边的话巴音盒要不要再拍一个 再拍一个好 再压一个大的 有没有滑步啊 这里走位 36点辣 那应该是第一刀要吃了 因为这个位置横竖都得吃点辣 或者吃点伤害 这波的话是砸到板子 反而身上面吃了一轮辣 那也就说这边 如果说能够远程 滋那么两下定住也很香 定住拉近距离以后 舞女也只能再回自己的巴音阵 你再回巴音阵 我这边再补一轮就好了 盒子要踩吗 踩掉 还行 毕竟这个巴音阵不踩的话 舞女在这边反复的绕 因为他飞轮好了 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只是呢 目前来看对于蜡像师来说 前期的一个击倒 直接传送拉近一波距离 但这波传送 其实传的稍微的早了 那么硬捏捏捏 稍微再等一等距离拉近 可能就有一个直接起到的机会 因为当时那边的话 帐篷里面的 哎 帐篷里面的那个板子是踹掉一块的嘛 我们看看啊 这里这个飞轮还没交出来呢 S15女的牵制力还是强啊 这波交飞轮 是想要躲掉这个隔窗刀吧 你别说啊 前面这个位置压住 看似好像蜡像师节奏不错 但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机倒是偏慢的 三台机都快修完了 佣兵的机子修完来就第一波 古董商这边第二台机子起 小女孩第二台机子起 佣兵不吃双岛就两波人 是个四人开门战 而且小女孩这边的机子优先于古董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待会儿小女孩还能飞过来再打 就这波博命拖完 小女孩的机子要超过一半 等到下一波救人的时候 小女孩这边都能飞过来打 这轮只能打一个双岛 甚至打一个双岛 我觉得都不一定能翻 那定住 这边没办法 必须追双岛 因为这个机倒确实慢了三台机 他知道这波如果说我选择 直接去追这个武女挂上 那就是佣兵救第二波人 小女孩机子修完 也过来的一个四人开门战 嗯 现在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说你击倒了佣兵 但是因为你打了一刀 让武女走了 武女这边拖一轮 小女孩的机子能修完 小女孩的机子能修完 他能来救人 还是偏向于一个压机救人 那封住这个窗口 嗯 待会看一下就是二阶辣相师 因为这刀能打上嘛 他总不能说这一轮对吧 爱一刀定住 这一轮总不能说是直接就密码机亮的 把人挂进地压室 然后二阶辣相师 小女孩这边是应该要秒贴 秒贴就好了 秒贴的话 那像是这边 人挂上是定不住小女孩 人救下来 佣兵的话 这边起来以后 待会密码机一亮 是一个开门战满雪两户壁 这里小女孩挡 没卡住 热辣怎么说 先把窗封了 镜头给到舞女 国服S1舞女 飞轮想躲掉蜡没能成功 再补 这个蜡怎么补 小女孩在旁边不断的干扰 小女孩似乎还想要来再守一轮嘛 嗯 其实这个时候小女孩再贴个门 我觉得也不错 热辣起抽了一刀 一个插刀 哎 刚才这波是有插刀的吗 没看清楚啊 他是 好像热辣起了以后 过板子被板子拍了 热辣给烫到的 并不是一个插刀 一刀打中 好的 这边的话 佣兵这个护币晚了一点点 先把辣块封住 这样的话 你佣兵即便现在不倒 你也开不了这个门 再来找这边的小女孩 小女孩现在手里面 三纸片 有点难处理 有点难处理 而且呢 这边佣兵 虽然说是交自己的 但是应该是武女会 武女没有回头吗 古董商回头了 古董商回头 一刀没打中 小女孩 交飞轮 一刀有 可以 这波的话 在这边的一个短板博弈 是抓到了机会 那还有一点说法 因为毕竟佣兵 这边你摸起来 门也还没有开 门也还没有开 看他管哪边 管佣兵这边 管佣兵这边 一直在看 应该是再丢一个飞天蜡吧 丢个飞天蜡 先把门封了 再说四十多秒 再补 他知道佣兵是交自己的 因为看到古董商过来了 这佣兵就一定是交自己的 不管你 刚才有没有看到佣兵交自己 现在核心问题是 这个小女孩 其实对于 蜡巷师来讲 她是管不住的 而这小女孩 一旦被救下来以后 她是可以直接飞古女走的 她是可以 诶 这波 怎么 怎么 怎么武女也过来了呀 武女也过来了 小女孩在这边压着 然后看情况飞 蜡巷师这边挽留 是已经结束了 先要守着这佣兵 目前来说 他并不太好动 这个蜡巷师 因为你挽留结束了 这古董商是个满血 我就算来救这个佣兵 你都没办法的 两个人走 那这样的话 这局甚至有可能是个 有没有可能是个四炮 这边救下来以后 佣兵拉开古董商点门 佣兵拉开古董商点门 求者这边还在补状态呢 怎么说呢 还是前期的第一轮牵制 做到了一个足够长的时间 三台级就对于这个分段的 求生者也好 见过者来讲 就已经是一个天大的优势了 其实这个时候是古董商点门 然后 拥兵压中场 看情况会更好一点 不过好像也不影响 四炮了 好